ity point So what's up YouTub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Gion 道ике上一次的 sidewalk around的 出事的 Hafiz 我要拍这个TESHRR 所以今天叻,我又找来了我的好朋友的Gunjil 也有一位观众叻,他就有留言讲要看这个3-speed automatic的 的 performance 这样子啦 所以上次的那个影片我又讲到 那个牙翔是4-speed automatic,但是其实它是3-speed automatic so,by the way,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test drive 吧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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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见面了哦! 哈哈哈哈 OK,所以set好了哦,所以我们就上路啦 绑好安全带,绑好安全带了吗? 绑好 OK OK,Go! OK OK,所以首先第一个东西我发觉到就是它的手车 放完,好像没有放完这样子的,因为 放下去哦,因为我习惯是什么? 按下去哦,我还是按一下哦,它就 又接触了,好像 好像卡卡这样 OK OK,所以 因为它是3-cylinder engine 的关系,所以 你停住的时候,它是有肯定是会抖的啦 因为3-cylinder only 嘛 but then 还好啦 你engine mounting有换过吗? 不懂 是... steading steading是有在抖的,只是 padon那边就还好 steading 就是这样子抖 没有没有,这个是停住嘛,因为我们停住嘛 所以 脚那边也是有在抖,只是 感觉就还好啦 诶,其实还好过我家里的Myvi诶 家里Myvi诶 蹦蹦是engine mounting完蛋了的关系,什么哦 整辆车 4-cylinder 驾到好像3-cylinder的抖 这样哦 这样多力啊 哦 OK,它的 Response是ok的啦 因为它的trustle body是用cable拉的,所以 呃... 它的Response就比我们现在的车 还要来得好啦 因为现在的车都是用电子的 一睡一踩就有啦 真的是家用车咯,没有什么暴力的滴水的啦 现在,由于它是3-speed automatic的关系啦 所以它的转,它的gear ratio就 比较长的关系 呃...我也不懂这样子讲 就是它的gear ratio没有4-speed automatic 这样子 所以它的rpm 现在我还没有到80 都已经差不多3000多rpm了 所以...呃... 你讲跑长途的话 肯定这辆车是不适合的啦 因为... 毕竟还有小小两价,还有轻飘飘 所以你拿来跑highway也不是讲很适合啦 除非你去做一点改装咯 然后... 这辆车小小两价 呃... 盲点的话 也不是讲很多 唯一我要complain的东西就是3mm是有点小啦 坑洞的处理方面呢 啊... 坑洞的处理方面就... 我不懂是因为它taya的关系还是什么 它会比较跳一点点 but then是ok的啦 不像那些...呃... 改了sport spring的那种跳啊 呃...ok啦其实 它的brake...呃... 不是讲...很... 不是讲很够啦 你应对那种emergency的情况的时候 你... 嗯... 转完brake我是觉得它不会在短时间停下来啦 试一下它的brake 嗯... 这样子咯... 不会驾快啊这样子哦 真的不会驾快啊 还好没有下雨咯 真厉害 ok,现在差不多20%的油罢了 20-30%的油罢了 因为这边的路野部是很... 很平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敢跑那么快啦 嗯... 而且它的... steering 是... 有一点点... 问题的 所以我就不驾快啦 就大概就是60... 70这样子跑 but then 那种是因为车低的关系齁 你就会觉得它... 我是在... 现在我是在60啦 but 你会感觉到它已经很快了 可能是车低的关系啦 我平时驾...可能驾Beza 我可能驾一个八九十 都... 可能... feel不到它是在驾八九十了 因为... Beza 这样子讲 它都可能... 肯定会比干净高一点的 现在大概一半油门 嗯... 就... 加速就是这样子啦 没有什么... 太... 好的... 留言 就是中等咯 OK 我试一下pick这个碗 哇,这个back真的是... OK 因为旁边我在... 在... 在... 在人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敢太坏啦 其實RPM都是蛮高的 因为... 即使我就是这样子慢慢驾咯 看啊,我现在保持在60啦 它都已经2500转了 因为... 就像我刚才讲 它就是3-speed auto嘛 但如果你讲驾转途来讲 肯定是OK的啦 你看啊 我为什么讲它RESPON快 因为你看啊 一踩就有了 是不是 你... 好像哦 呃... 现在的车啊 就是你踩一下 它就等... 它就等大概0.5秒 它才会... 上来那个... 酒门反应 它的反应才会上来啊 OK,现在... 70吼 呃... 是有听到一点点风声啦 反而哦 反而... 轮胎那边的噪音就没有这样够的 所以... 隔音的话啊 OK啦 可以啦 小车来讲 这辆... 呃... 因为它的Condition比较好 所以... 它的... 它的Dashboard啊 这边啊 门板这边啊 还不会发出那种怪怪的声音 说法是没有听到 的声音啊 有也是后面一点点罢了 好 OK,我真的可以稍微跑快一点点 你会跑吗? 还有一点 呃... 应该... 用... 2-3L 的黑油 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点这辆车啦 然后... 有搭注过什么东西吗? 搭注过啊? 应该是没有 没有啦 就是... 呃... 当初... 买... 到来... 就是驾到现在啦 你这样是买的 当初是买型才买二手啊? 二手啊 二手啊 哦... 其实... 那时候... 那时候... 你还记得是... 几年买的吗? 你家里人几年买啊? 六七年七八年这样的 差不多... 大概... 大概七八年八九年这样啦 OK 从你买到来就是... 你保养到真的是不错叻 不是... 你跟你家里人都保养到不错啊 因为这辆车都没有出用啊 没有出用就是... 去短... 去买东西去... 去读书... 当学这样子之下不好 最远去到哪里啊? 最远... 星山 星山好啊 是OK啦 还保养到很不错叻 没有... 没有... 那种... 杂音啊 Dashboard 传来的声音 我是没有听到啦 然后... 打压那边 还OK 还可以 不错 因为我现在没有加快嘛 好烧 好烧 你要我给这辆车评分啊 嗯...这一辆车啦 嗯...七分半应该有 七分半... over十啦 因为... 呃... 有几个缺点啦 第一个就是没有power steering哦 这个... 呃... 是正常啦 因为... 那个时候... 如果... 你是连买... 因为这辆车就其实啦 是最high spec了啦 都还没有给到power steering 因为在那个... 因为在那一个年代来讲叻 power steering还不是讲很普及 也不是讲很普... 也不是讲不普及啦 就是... 在这种比较入门级的车是... 呃... 没有给的啦 然后... 安全性方面就比较... 呃...少... 比较... 没有这样安全啦 因为... 它连最基本的ABS好像都没有 所以都是靠... 一切靠自己... 去掌控的啦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side mirror 它的side mirror 我是稍微小个一点点啦 但是... 呃... 这个应该... 因为毕竟... 这整辆车的size都小小迷你 迷你这样子 所以你也不舍望... 那个镜子可以做到... 搭到哪里去啦 但是 overall 它的这整片大镜哦 是很大片 就... 好像... 好像带了wide angle lens这样子啦 就看到视野比较阔啊 然后... 呃... 还有就是... 沥水是... 少少不足啦 还有就是它的brake 它的brake的话... 你不可以加快咯 因为你... 我是觉得它... 踩到完了 还是... 有点... brake不够的感觉 所以... 呃... 就是不可以加快咯 然后... 因为... 就是车子小小 你parking什么都方便啦 你要... 像我们在这种小路... 传说... 它就是很灵敏的一辆小车咯 还有就是... 省油... 会省油吗? 省油... 你有算过一桶... 可以走多少吗? 没有耶 大概... 如果你没有猜啦 可能三百五四百... 都不是问题啦 如果你没有猜的话啦 还有什么... 呃... WRT的东西也是... 便宜咯 大家一挑才多少选? 大家一挑才才... 百出快一点点... 百出一点罢了咧 啊... 所以... 很好扬的一辆车啦 像一干就的二手下 应该差不多... Condition 好的啦 应该都差不多 还要五六千块 这样子 所以... 是... 呃... 如果是刚刚考到... License 的新手 或者是... 想要走便宜车代步的朋友们 呃... 肝就是... 我是觉得OK啦 只是... 你要会找Condition 好的 如果你... 找到Condition 不好的 你就头痛了 像... 呃... 什么... 呃... 漏黑油啊 Compressor 坏啊 这个那个啊 啊... 你就头痛了 像这两叻 Condition 就很好 因为... 呃... 刚才我讲了咯 Dashboard 是没有什么扎音 然后... Engine 也还美美 然后... Compressor 也还好好 有漏黑油吗? 漏黑油是... 一点点会啊 一点点的不是讲很够力的那种啦 啊... 是有一点点的啦 但你找如果再找Condition 好一点的 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啦 反正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是随着车的年龄 老了 它肯定是会这样子的 W&T 的东西 所以... 就花一个钱去做一下咯 它不是漏啊 它好像是有点吃黑油啊 吃黑油啊 吃黑油啊 嗯... 反正这些都可以去问 呃... 做修车的啦 因为... 车老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嘛 问题是不大啊 啊...问题是不大啊 就要自己去时常查一下咯 看还有没有少啦 Bread P 也应该 五六十块就可以到高点了呢 然后... 油签一次才 多少钱 我转它一个三十块就满了 三四十块就满了 四十左右啊 啊... 你真的如果要玩视觉路线 玩Performance 的话 换一个... 14寸的Dream 然后... Daya 换好一点的 然后... 东股头 Intex AdWords 改一下 就漂亮了 然后... 呃... 车再Loward 一下 哇... 漂亮 然后内装如果有必要的话啦 呃... 呃... 是可以拿去... 复兴一下啦 如果... 你们... 真的是对... Interior 有要求 我是...如果是我 我会...我会去做啦 可能... 拿去喷...喷气啊 去做复兴一下 哇...漂亮了哦 看... 嚇车起容易嚇 它又不用让我 又不用让它 然后整个驾驶坐姿是OK啦 只是... 它... 就是因为它比坐到好像跑车这样子 我... 脚是... 比较... 拱着上来的啦 反正这个驾驶坐姿是OK的 因为我... 我个人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所以... OK啦 是没有得桥上下的 好像没有... 没有得桥上下的 嗯... 所以... 其实... 这个驾驶坐姿是OK的啦 然后这个驾驶就... 可能要拿去敲一下咯 让它会歪一点这样子 还有一点跑 这个煞车真的是要... 提前... 就是...就是你看到远远有车了 你就要... 开始打煞车了 要不然吼... 真的是怕... 来不及了 OK,我就回来了这边了 所以... 你问我,干就值不值得买叻? 我是觉得... 你如果不要太过压力的车 又或者是便宜便宜的车 保养便宜便宜的话叻 因为... OK啦,是一个值得... 呃... 购买的一辆啦 不是说值得购买 是值得去考虑的一辆车啦 but then... 它还是有那种缺点就是... 车零过高咯 因为... 你如果买到像... 这一款... 的话都已经... 诶... 19年... 跟我们同税都19年咯 19年的车了 甚至更老的车 OK 然后害了煞车咯 它的手煞车 不论是因为这辆车的关系很紧的咯 我拉不习惯咯 操控性方面 首先... 不用讲 它肯定不是给你来每天搭买的那种 就是一个很... 很普通的... 呃... 买菜车就是了啦 好啦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so... 感谢... 谢谢我们的... 家伟哥哥 家伟老板 呵呵呵 OK so... 呃... 喜欢的话就点个like shake出去啦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拍更多的车款给大家看啦 so... 嗯...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